新世代的屍古表演开场要迎接来自对岸的贵宾 由大陆山东省维芳市与台湾发展研究院合作 所举办的第一届维芳民间文化艺术展在台中登场 希望透过两个城市的文化交流 把传统工艺美学让更多人看见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新创业美学文化 那文化的底蕴是来自于世界各地 那不管是山东或是台湾 我想这是海峡两岸的活动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宣传 然后呢让我们的孩子 然后知道手工木作 以及现在的一个传统工艺美学的部分 那希望结合我们的时尚美学 然后应用了大陆的技巧 然后那个手作的部分把它展向国际 山东省维芳市有风筝之都的美名 也借由风筝产业带动其他文化艺术发展 这次来台展示的掐丝千吟 年画以及泥塑作品等 虽然外表扑着却是十分耐看 是当地民间艺术的代表 其实在维芳有欠银 他们用银丝把它欠在红幕上面 作为一个工艺品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小丝 除了板画一个还有泥塑 泥塑是雕塑里面是手很巧的一个作品 那他也应用在我们这次的展馆里面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维芳市两个人民间文化艺术的展览 也邀请我们台湾的各位同工来欣赏我们维芳的艺术文化 也欣赏我们的民间艺术 维芳市代表团相当重视这次的交流活动 将定期更换不同的展览艺术品 希望展览持续不断的办下去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文化交流突破立场上的对峙冲突 激荡出全新的美感艺术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观赏 记者杨春环台中采访报导